40年左右,我姓黃 我覺得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我覺得基本上 共產黨啊 會很快有改變 就是說它 一個政黨 你不可能永遠當家嘛 不一定是下財 不過就是說可能變成多黨了 反正它不是人民選出來了嘛 台灣就是啊 然後那個 新加坡也是吧 中國人的話 我呀,我到台灣 我們家族到台灣大概三四百年吧 可能是我也搞不清楚 可能是三四百年 台灣很複雜嘛 當初也日本 當初清朝是割讓給日本啊 對不對 後來就是抗戰勝利以後啊 就是中國啊 收回來了嘛 反正中國是 台灣是中國的 我想一直就是中國的吧 我就不很清楚了 反正我感覺上就是中國 台灣就一直是中國的嘛 你聽到這個四個字吧 暴政必亡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不好好改的話啊 那你遲早要下台啊 遲早要被人民推翻啊 老天爺在決定這個事情 因果啊 我是很相信因果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過程啊 因為從一個專制 到一個民主啊 它中間有一個過程 那共產黨統治呢 也是其中一個過程 可是我想這個民主這個潮流啊 民主啊 自由啊 這是 這是最後啊 最後會走這條路 不管你什麼國家 我在想啊 應該三年以內 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第一步啊 共產黨一定會改變嘛 改變的話呢 然後 會多黨制會起來 就好像蘇 蘇東波一樣嘛 像蘇聯啊 很快就會 情況會改變 一個政權對不對 共產黨為了保 保有它的政權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嘛 反正 你不是在一個 民主自由的社會 你基本上 你人生沒有自由嘛 對不對 你有可能 被欺負啊 坐牢啊 甚至 被消 被失蹤啊 都有可能嘛 川普就是上天派下來了嘛 當然是 正義要勝於那個 要打勝那個魔嘛 川普啊 民主自由啊 哈哈 哈哈 哈哈